它里面的配色呢是更这种大地红冬色调的 第一列和最后一列呢都是比较偏冷色调 这个也不陌生了 非常好看 不管是从它的这个包装啦 还是从它里面的颜色 它上嘴就是水魔感 不言可见的能够让我的妆容更持久一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凯 欢迎回来 又是两三个月没有跟大家录彩妆用品了 所以今天赶紧补上 那东西都在这个盒子里 我已经准备好了 非要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那按照顺序说咯 第一个底妆是这个Shore Base的气垫 这个气垫呢其实是有不同妆效的 我入的是这种比较偏光泽款的 另外一个雾面款的呢 我是有入他们家的粉底液 我在这里他们家雾面粉底液呢 是属于比较高遮瑕的那种 我觉得对皮肤本身的要求稍微有一点点的高 如果你皮肤缺水啊 干燥啊 起皮什么的用它可能会不太好 但是他们家这款光泽款的气垫呢 就比较不太挑皮肤 我入的这颗呢色号是N1 上皮肤呢就是非常寒细水光感的那种感觉 我这两天呢是皮肤又过敏了 有一些泛红的部位 给你们看一下它上脸遮盖的一个感觉 遮瑕度呢还是有那么一些的 但是很大的瑕疵呢 它还是遮不住的 需要单另再去用遮瑕膏 但我觉得日常用它这个遮瑕度 是非常非常够的 这个我刚开始收到 其实不是很喜欢 我在手上试完以后 觉得它有一点油腻 但是这儿八经说 我日常出门的时候 用这个随便遮盖一下 我就觉得哇 皮肤的状态非常好 看起来呢就是那种健康的光泽感 然后透出一点点的瑕疵 我觉得还好 因为日常嘛 化这种很厚的粉底 反而是有点不太搭 反正这个是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的 它的缺点呢 我觉得是单价蛮高的 而且我说到的是 它是不带替换妆 所以这个应该很快就会用完 如果你们有看瑜伽小姐的视频的话 她也非常喜欢这个气垫 我就是为她种草的 下一个定妆产品是 今天这些视频里面 所有产品里颜值最差的一个 就是最丑的一个东西 你看这种非常跳跃的紫色 但是呢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是美宝莲他们家的 Blassing Fix定妆喷雾 它这个喷雾呢就是我喜欢的那种 上脸不会拔干 不会让皮肤特别重的紧绷感 可是它又能够很有效的 让你的妆容都多在脸上 八几个小时 然后顺便呢让底妆 跟自己的皮肤更服贴一点 所以这个我是蛮喜欢的 再加上它是开架的嘛 我自己觉得是性价比蛮高的 我还蛮喜欢的 真的是肉眼可见的能够让我的妆容更持久一些 那眼影盘的部分呢有两个 先说这个吧 今天我眼睛上用到的 是二皮脸他们家的这个 Sunset Strip 他们在Born This Way一代呢我没有买 二代的时候呢我觉得一定要入 因为一代夸的人太多了 它里面的配色呢是跟这种大地红棕色调的 在之前的购物分享里面已经有跟大家说过了 它的这个粉质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的 整体呢是比较偏浓郁刮的 里面的雾面色呢非常好暈染 然后珠光闪片色呢也是蛮闪的 可是他们家的这个珠光闪片色 是有一点那种土豆泥质地的感觉 用刷子我觉得没有很闪 最好是要用手 然后今天我的眼妆呢用到的也是 然后我觉得总体粉质呢算是比较好暈染的 出来的效果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现在国内秋冬快到了 你要找一个就是比较实用的秋冬盘呢 我觉得这一盘是可以考虑入手的 下一个眼影盘就比较大了 是这个PowerPup他们家的Rock Candy 这一盘呢它里面是冷掉暖掉都有结合出来的一盘 给你们看它里面的配色是这样的 第一列和最后一列呢都是比较偏冷色调 比较偏灰的 因为最近其实也蛮流行化那种比较冷色调的眼影嘛 就灰色啊蓝色啊 这种色调的眼影一定是要准备一些的 然后它里面呢还有一些比较金葱大闪颗粒的眼影 就比如说这颗银色啦还有这个颜色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手臂试色 个人是蛮喜欢的 可能很多人不太喜欢这种金葱质地的闪片 但因为它是自粘的嘛 所以我觉得它上脸不会飞的满脸到处都是 这盘我觉得还可以 再加上这么大一盘这么多颜色才多少三四十美元 而且Colop经常打折嘛 所以打折的时候入手我觉得非常非常划算 对这盘也是我这两个月比较喜欢的一盘 因为真的很实用 下一个包包是这个Lily by Red的眼线叶 这眼线叶我买的是深棕色 超级好用 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头呢也是粗细 刚刚好 非常好上色 今天我的眼线用到的就是这个 反正就是每一笔呢 它都不会白化 每一笔它都会出现它的效果 然后持久都非常的好 这个眼线笔呢不怎么晕装 所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支眼线笔 推荐给大家好用的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国货 这个是等我看看是什么 这个是花洛丽亚他们家的液体眼影 就是闪片 bling bling bling的 之前的购物分享你们有知道哈 我是一共买了三颗 但是我觉得三支里面呢 这支最好看就是冰淇淋画的这个颜色 03号 它里面呢是比较偏香槟色 然后又有一些比较五彩的大颗闪片 你们看手臂失色就知道真的很好看 当然我可以在眼头点一点 其实今天的眼妆没有很闪 这个也来一点 反正就是我觉得上眼镜非常好看 它的这个刷头也是比较细的这种硅胶 所以可以直接上眼 不需要用到其他的刷子 然后用它来这样画眼头一条线啊 眼尾一条线啊 或者是点几颗闪片在眼睛上 这个刷子都蛮好用的 然后这个我还把它干 这个我已经在淘宝上又回购了 真的很好用 让我在百宝箱里掏一掏腮红 先说这两盘 这个也不陌生了 之前的购物分享我跟大家分享过 已经买了有两个月的时间了吧 至少我觉得很好用 这个我在红薯上看到包扁不一吧 是Desic他们家新出的两盘 你看这种颜色非常非常浅的腮红 一盘呢是warm blending 就比较偏暖色调的 另外一盘呢是cool blending 就是比较冷色调的 这两盘我觉得大家任意选一盘买就行了 如果是硬要推荐的话 我会更推荐暖色调的这一盘 因为冷色调的腮红呢 其实平时用到的次数不是很多 再者就是这个暖色调的腮红里面呢 就是这一颗呢也是稍微有点偏冷色调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后续叠加冷色调的腮红 用这个颜色打底也是非常好的 这两盘啊做手臂试色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它上手呢真的是非常的不显色 因为手上也没有粉底什么的 那如果平时你已经打好底妆了 用这盘腮红去给脸部打底的话 是非常非常心机的 因为这四颗颜色虽然说非常浅 但是它给脸部打底的时候 会显得脸部非常的干净 然后有提亮的作用 并且呢它能够更好的给后面的腮红 提供一个很漂亮的一个base 又很漂亮的一个底儿 然后后面的腮红呢不会那么突兀 更容易去晕染 我见腮红不是用它打底的吗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并不是一个很显色的腮红 但上脸呢真的会让脸看起来更干净更通 后续再去叠加其他腮红的时候 会更容易融合在一起 那如果你想给你的化妆步骤 增添一些不一样的那种技术啊 或者是不一样的心机的话 大家真的可以去试试这种 下一颗使用频率他们高的腮红是这个颜值也很高的 Colourpop他们家的Flirt Alert 这个系列呢我纯粹是为了包装才买的 因为当时在网站上我觉得看配色也没有什么太特别吧 但是这个到手以后真的好好看 今天我的腮红能用到就是这颗打的 上脸极其的粉嫩 它是还稍微带一点点那种紫调粉调 反正上脸呢很嫩很嫩 它能够把你脸上的黄气都给你中和掉 然后显得皮肤呢就更通透 饱和度呢也是刚刚好 不是说过于的浓艳 也不会说是上脸不显色 像刚才的这个Desic一样 就我觉得这腮红设计的真的非常好看 不管是从它的这个包装啦 还是从它里面的颜色还有它的粉质 那视频最后的部分就是口红啦 我本来露湿色的时候先露的这两支 就是完美日记的 但是我现在嘴巴上呢 我先给你们说这支哈 就是这个 Makeup Revolution的七光唇釉 它是一个比较偏红棕色调的 我是着重涂在嘴巴中间 然后边上呢用那个棉签 把它渐染开来的这样一个感觉 这颗的色号呢叫Gunroge 而且非常便宜 我是在药妆店打折的时候买的 可能也就30人民币吧 但是这个颜色超级的漂亮 非常的浓郁 涂上呢也是蛮显嘴巴大的 就是那种有一点欧美的感觉 那和我自己的嘴巴不够大 但是如果你的嘴型长得比我好看 那涂上一定是绝美 我这个嘴 嗯 就是有点亏了这么好看的颜色了 这支实在是太好看了 我其实秋冬去涂它 Oh my god 那个感觉 你懂吗 它唯一的缺点呢 可能就是上嘴 有点黏 很多气光唇油都有的通病 但是没有办法 它这种质地嘛 如果你想要这种 补丢补丢的那种 亮亮的感觉 可能就要牺牲掉 它的那种上嘴的质感了吧 就是稍微有点黏 但这颜色超级的好看有没有 Makeup Revolution 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入 价格又很便宜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接下来两支呢 是完美日记的 大家不要提到国货 就以为是广告 好不是广告 这是我在直播间抢的 我可以把截图放在这边给你们看 一个是19号害羞 是22号雀跃 19号呢 我觉得上嘴薄图很好看 然后是一个用它来打底 也很不错的颜色 22号呢 相比19号 更偏红掉一点 这两颜色你们看就知道了 就是日常图呢 不会出错的颜色 它的质地也是很正常的那种 不会拔干的唇釉的质地 反正就是这两颗颜色 说实话 要经验呢 没有多么的经验 要是它色调有多么的特别 也没有 但就是非常适合日常图 这个我觉得我都不需要上嘴了 你们都能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主要就是它实在是太方便 很薄 所以平时放在包里 不太会占位置 所以这两个就是放在包包里面 随意拿出来一个 就稍微给嘴巴增添一点颜色的那种 使用频率很高 最后一支是这个 Amuse的气光唇 又这个色号 我买的是12号色吧 没记错的话 我买这个呢 纯粹是因为老看瑜伽小姐姐的Vlog嘛 然后他说Amuse的质地非常不错 那一逛利便网站的时候就看到这个 我就想说顺手入一支吧 到时候以后发现它这个质地 Oh my god 真的很好 它这个质地就是抚平唇纹啊 然后有一种很漂亮的七光膜感 那我来 我大概涂一下吧 我自个儿觉得 他们家这个七光唇油虽然出了很多色号 但是很多颜色上嘴是蛮相近的 因为不算是那种饱和度很高的 我就给你们看一看它上嘴的这个膜感 然后它上嘴的就是这种水水的感觉 又一点都不黏 这只Amuse跟欧美的这种七光唇油质地完全不一样 它上嘴就是水膜感 但是同样的显得嘴巴嘟嘟的 然后这个颜色感就很嫩 也是很日常 真的是一点都不黏 下次我再灌Olive Young的时候 应该会多入几个颜色 因为这个实在是我觉得好喜欢 好了 那今天的爱用品视频呢就到这边了 希望有给你们种到草 也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内容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忘记给我点赞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也不忘记follow我的social media 在这边 记得给我点赞订阅哦 有什么想看的内容 也记得评论弹幕告诉我 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